习近平给楼市挖大坑 速提百分之百的房贷给国企来抢房 保交房无望 中国烂尾楼市存量房的20倍 习近平在抓军轨 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去向不明 中国银行存10万块钱 只能取3000块钱 还要开证明 全网炸锅 近日由于习近平在上个星期的 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当中喊了 要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只跌回稳 而中国的房地产商呢 也应声在喊着涨价 甚至中国很多的民众 也希望房地产市场有大涨的趋势 不过呢 在9月29号的晚上的时候 中国的央行发出了一个信息 说中国的央行给中国各个地方 国企的再贷款的本金 从原本的60%提升到100% 而这也是中国当局 希望中国的地方国企 能够加速他们收房的步伐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央行在9月29号的晚上公布 为了支持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 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已经建成 但是还没有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的住房 对于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 而央行将会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的比例 从贷款本金的60%提升到100% 中国的央行在5月17号的时候 曾经宣布设立人民币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的再贷款 支持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 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已经建成 但是还没有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配售型和配租型的保障性的住房 目前的收储模式为政府选定地方国有企业来进行收购 该国有企业以及所属的集团 不得涉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不得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同时应该具备银行受信要求以及空间 收储资金主要是央行再贷款加银行的贷款 再加上财政的补贴以及国企自筹 3000亿元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利率为1.75% 期限为一年 而中国的央行当时表示 按照贷款本金的60%发放再贷款 可以带动商业银行贷款5000亿元 不过商业银行要自行承担风险 而根据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在9月29号曾经报的表示 中国的央行办公厅在9月29号的晚上发布了公告表示 收购已经建成还没有出售的商品房的整体进度相对偏慢 截止到今年6月底的时候 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的再贷款的余额为121亿元 中国的央行决定调整优化保障性住房的再贷款 对于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 中国的央行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的比例 从贷款本金的60%提升到100% 中国央行的行长潘弓胜 在9月24号的时候 在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表示 为进一步的增强激励银行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的政策当中 人行的出资比例会由原本的60%提升到100% 由原来商业银行发放100亿贷款 银行提供60亿元 现在变成了商业银行发放100亿元的贷款 中国人行提供低成本资金100亿元 加快推动商品房的去库存的进度 根据中职院的分析说 当前中国各地的收储工作进展较为缓慢 主要与收购价格 地方的国企资金成本较高 供需错配等些问题有关联 中国央行提升再贷款当中的出资比例 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 再结合央行的降息政策 有望加快地方政府收储的进度 而在中国房市地面下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面临去库存的压力 中共的政治局在9月26号的时候 召还会议当中就提到了要严控增量和优化存量 专家认为是要缓解库存的压力 而野村证券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就在五岛口的经济论坛当中就表示 说中国官方现在首要解决的是房地产的危机 但是在解决房地产危机的首要任务 不是去让中国的地方政府去收楼 而是先解决掉已经卖出去 但是还没有盖好的烂尾楼 并且他给出了一个比例 中国烂尾楼的数量是存量房的20倍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在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的时候就表示 确保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交屋的保交楼的政策 应该优先于政府现在下场的买现房的去库存的政策 因为开发商卖掉但是还没有盖完的房子 是盖完但是没有卖掉房子的20倍 9月28号的时候备受瞩目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在北京举行 这次论坛聚焦了众多中国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 和金融行业的领头人 共同探讨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等等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深入剖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他表示过去几年 中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的压力 源自于中国房地产的领域 解决房地产市场出清问题是当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在这其中 保交房应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 其重要性应该优先于目前政府的收处 陆挺表示 由于预售制的存在 中国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期货市场 而非是现货市场 这一区别对于理解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至关重要 许多人在提出政策意见的时候 往往将房地产市场视为是现货市场 认为问题在于盖了太多的房子没有卖掉 然而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也许并没有盖那么多的房子 而是卖了太多的房子 但是这些房子还没有完工 陆挺引用了碧桂园的数据作为例证说 碧桂园盖完但是还没有卖掉的房子 约为3.6万套 而已经卖掉但是尚未盖完的房子 则达到了73万套 正在建设但是尚没有卖出的房子的数量 为35万套 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比20比10 面对这样的数据 中国的政策是应该解决这个1 也就是已经盖好但是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还是应该针对20 也就是已经卖出去但是还没有盖完的房子呢 陆挺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 他的答案是 政策应当重点解决那些已经卖掉 但是还没有盖完的房子 即优先的解决保交楼 9月26号的时候 中共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陆挺则在演讲当中表示 要让市场出清 重建信心 才有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陆挺表示 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于预售制之下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为了重建市场信心和秩序 必须解决信心的问题 让买房的人确信他们能够拿到房子 只有让买房的人看到实实在在的房子 才能够逐步的恢复他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陆挺估计财政需要投入约3万多亿元 来解决保交楼的问题 但是陆挺认为 这一笔巨大的开支 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困境所必须要的 这笔钱主要是用于确保那些已经卖掉 但是还没有盖完的房子 能够顺利的完工 并且交付给买房的人 在谈到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链条的时候 陆挺再次强调了保交楼的重要性 他表示 在房地产的问题当中 最重要的债务链条 并不是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之间的债务 而是开发商和买房人之间的债务链条 这一链条的稳定与否 直接关系到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否 保交楼政策一直保证能够盖完房子 并且交房 避免出现烂尾楼 而具体措施为 今年初的时候开始推动了房地产的白名单机制 让商业银行放贷 支持被提上白名单的项目 今年4月30号的时候 中共的政治局的会议首次提出了保交房一词 而根据彭博行业研究日前的报告表示 根据2015年至今年上半年的预售数据 中国至少有4800万户的预售屋 没有完工 显示中国房地产危机不会很快化解 从去年开始 习近平对中共军中的反腐清洗的步伐 一直没有停下来 而最新的消息显示 中共解放军的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换人了 前政委去向不明 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 中共的火箭军的腐败 窝案曝光之后 中共军中的人事变动再出现了异常 61岁的中共中纪委的常委 军纪委的专职副书记 陈国强中将 空降任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 而被接替的副爱国少将 年仅60岁 目前去向不明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网 在9月29号的时候报道说 中共的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官网 在9月28号的活动消息当中就显示 陈国强已经出任了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 而在9月18号的时候 傅爱国还以国防科技大学政委的身份 出席了国防科技大学 在长沙校区举行的开学典礼 国防科技大学只属于中共的军委 前身是1953年创建的 哈尔滨的中共军事工程学院 即哈工大 1970年的时候 学院的主体南迁到了长沙 改名为长沙工学院 1978年改建为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2017年的时候 当局将国防科技大学 还有国际关系学院 以及国防信息学院 西安通系学院 还有电子工程学院 以及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 还有军委装备发展部 第63研究整合重建国防科技大学 归军委建制领导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陈国强现年61岁 1963年4月出生 是河北恒水的故城人 空军中将的军衔 陈国强曾任空降兵军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的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解放军的中部战区副政委 兼政治工作部的主任 2021年8月份的时候 调任中共的军委纪委专职副书记 之后兼中共军委的兼委副主任 2022年的10月份 成为了中共的20届中央纪委委员 他的前任副爱国少将 是中共20届的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的20大代表 已经年满60岁 出生于1964年 副爱国曾任中共解放军的 空军政治部的干部部的部长 还有空军上海基地的政委 南部战区的空军副政委 政治工作部的主任等等 2020年的时候 副爱国接替了10年63岁的刘念光中将 出任了中共国防科技大学的政委 至今卸任 值得注意到的是 卸任的副爱国比接替的陈国强还要年轻 官方没有说明他的去向 而陈国强有反腐职务的背景 也令人关注 中共军队去年以来 因为火箭军和装备部的腐败 已经有数十名的将领 以及军工企业的高层落马 包括了两任的中国国防部的部长 魏凤和和李尚福 近日有一名中国的网友 在互联网当中发了一篇文章 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银行的一个遭遇 结果全网炸锅 他在中国银行存了10万块钱 可是取款的时候 银行只能够让他取出3000块钱 而且这3000块钱还要开证明 这是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表示 在中国把钱存进了银行 不见得能够拿得出来 近日中国微博热搜提款3000元人民币银行 要证明登上了热门搜寻 在9月27号的时候 一名中国网友称 他在中国广东省惠州市的 波罗园州的分行提款的时候 存款10万元人民币提款的时候 却只能取3000块钱人民币 对银行的做法非常的不理解 上微博爆料此事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当事人表示在银行的要求之下 他还提供了协力厂商的证明 才能够把钱取出来 中国银行的客服回应表示 网点此举是为了防范诈骗 网友在发布影片的时候透露说 他自己的存款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 工作人员却还要协力厂商的证明 根据描述 工作人员问他钱从哪里来的 他说是朋友转的急用钱 当时给他转钱的朋友也在 就出示了转账的记录 还有身份证的照片 工作人员说需要他的朋友的身份证的正本才行 他的朋友只能够回家 拿了身份证的正本 让工作人员来核对 最后才取出钱来 影片的发布者还表示 幸亏朋友住得很近 万一朋友住在几百公里以外 那他急着要救命的钱取出来 还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银行的客服人员向媒体表示 银行卡提款限额 一个可能是卡片是二类卡 日交易限额是一万块钱人民币 一年累积最高是二十万元人民币 还有就是卡的实际用款 或者是资金的情况有关联 比如说前期卡内没有太多的资金 交易额会降低 突然有了大笔资金的入账 提款的时候就需要去调高交易的额度 此外 客服还表示有可能是当地出于安全防控的要求 和网点的营业要求 工作人员只是按照流程去办事 因为电信诈骗频繁 提款金额又比较大 银行的柜台肯定会做一些身份验证的工作 一般只要去配合银行的核实和调查 最终也可以正常的办理 网友对客服的说法并不买单 甚至调出了一票的抱怨 有网友质疑 真的真的是诈骗放房住了吗 这是在防老百姓呢 哪里是在防什么诈骗犯呢 网友说防挤兑 钱被借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有网友说 他是存的中国的邮政银行 存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去买车刷卡就刷不出来 只能够刷一千块钱 尴尬死他了 第二天去银行全部取出来 把卡给蹬掉了 有网友表示 说的好像是被诈骗了 银行要赔钱似的 有网友表示 中国银行止禁不出 还有网友表示 中国的建设银行转几万块钱进去 自己用钱一天 还不能够超过五千块钱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自己的钱还不许自己花了 还有网友说 终于上热搜了吗 一个大厅排队 都是限额的 两千块钱最高 真的真的吃饱了撑着 还有网友说 中国的工商银行也是 转进去五千块钱也冻结了 说是预防诈骗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